除了日本是香港人的鄉下之外 其實台灣和泰國都是香港人的熱門旅遊的心頭號 特別是台泰的消費又便宜一些 通常有時一個週末都可以去到回來 一個長週四天都很豐富 所以這次政府和泰國方面有電子支付發展的互通 對很多香港的泰粉來說也是一個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泰國便宜 去花錢又吃又做水療按摩吃東西 很多東西都很吸引 還有有一段很長時間喜歡打高爾夫球都會去泰國 星期五收工便飛過去幾天又回來 我們留意到一個現象 當香港很需要香港人或外國人 正如信本的社會說 你為這些措施方便別人走出去玩 那你都要讓內地人或外國遊客來 但我們近來聽到太多好消息 叫香港人出外面玩 包括取消了黑馬 深圳連續兩次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措施 可以便利香港人過關 以及提供很周到的其他服務 還有 這個泰國現在可以用這個轉數塊 簡單方便快捷 然後日元告訴你 我已經跌到五個一毫多了 凡此種種軟件硬件 都是鼓勵香港人 可以更加鬆容地外遊消費 跟特區政府苦心經營什麼東西等等 其實刺激內消費似乎有點背遲 特別說到泰國消費很特別 香港人怎樣喜歡泰國 很多東西在香港是很貴 在香港住五星酒店 我享受那些奢華享受是很貴 香港就算做個按摩都很貴 你吃的米芝蓮是很貴 但你在泰國來說 一般人用了可以支付到的金錢 來換取最奢華的享受 那就是兩地之間的消費逆差 相對來說 其他人來香港都有一個看法 香港的東西太貴了 我有一年去清邁住文化的Villa Villa有兩棟屋 又有泳池又有按摩池 很大的庭園 只不過是二千多元 這麼大地方 吃東西又便宜 接著去做按摩水療 服務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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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是吸引人去 我們今天的觀點 是香港人喜歡外遊 那我跟老總說 這個聖誕香港不是還整 那肯定了 香港最有的地方是機場 肯定是機場 可想而知 逢是假日 就是港人外遊 也有內地人來香港 那個假期不同 有些分別 但《信報》的標題 那個社評寫得好 即是你不斷便利外遊 但你又會想想 如果外地人來香港去旅遊 我們給他多少方便 方便其次 一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香港消費太貴 連內地人這麼快來香港 都覺得香港人很貴 是的 香港因為掛鉤了美元 所以相對來說 人民幣也是下跌的 變成人來香港消費買東西 一埋單的時候 紙水折算一下 很貴 你叫日本人怎麼來 你去日本買東西 你會覺得很便宜 但日本人來到怎麼辦 是的 近年來的經濟都很差 說回二、三十年前 日本團是香港最受歡迎 是的 所有旅遊的很多地方都有日文 如果你懂日文做導遊 最好找的 以前來的時代 很厲害 你來學日文做導遊都很好找 不過現在恥情不在 世界是變的 回到問題 香港外遊是很方便 起碼現港出入境是很自由 你怎麼吸引外地人 香港除了景點之外 在很實際的消費模式等等 是要加把勁才行 是的 怎麼突破呢 其實過去都討論過 但現在都靜光了 討論一下究竟發展些什麼 會議旅遊 演唱會旅遊 文化體藝活動的什麼 現在你只能夠寄望 2025年的全運會 可以帶動一下 似乎沒有其他大型的活動 你不要告訴我 11月的經濟峰會 是的 你來一陣 然後開幾天 順便在公司開會 那又走了 或者下一屆的七人籃球賽 又是一陣 現在來說 你吸引歐美客是困難的 現在唯有看回東南亞客 東南亞客 其實都挺嚮往香港 還有多多少少 有一種的 血緣關係 東南亞很多都有華裔血統等等 都很想來香港 看看香港的情況 偉藉一些移居 南洋華僑等等 這些其實是可以想想 講到深度油 你說消費 香港沒得搞 你太貴了 你講深度油 一定是人沒有我有 你才有特色在 我真的有些奇怪 港鐵為何無端端要給七折 因為那些人 我覺得反過來 你給雙程證的內地旅客 我寧願給那些折扣 吸引他們下來消費 你香港人上去 你要預了折才可以 其實各位你們可能不記得了 以前曾經一度考慮收人頭稅 或者要增加收入 人頭稅 現在港鐵有很多錢 我真的很奇怪 你真是鼓勵人家走 本來是敬佬為佬是德性 但你想想很多是北上消費的人士 其實他上去消費 你更便宜給他 就更加鼓勵他 現在你發覺很多事情 是自己折扣矛盾 這是一個邏輯問題 很簡單 所以今天信證 對沖了 對沖了 你搞這麼多事情 現在找不到人來 趕了些人走 你想想 泰國旅遊局是評估 聖誕可能有十萬香港人去 加加賣賣 那真的 還有台灣還沒計 還有日本還沒計 那北上那些更加難計 你這樣搞 本來節日消費是很旺盛的 香港來說 節日消費 例如聖誕節 聖誕餐 很多的配套 現在那些有消費能力的人 都不留說消費 一來 你在香港休息 又對著香港 又聽梁家權你這樣 儘管是好聽 但有時聽到的東西 又多深呼 這些我們都明白 另一方面便宜 你香港 我又要花這麼多錢 我用這樣的錢 去到泰國做大爺 是的 我們不是想說 長者短炭 我們也不會刻意去唱好 我們按著新聞的走勢 天天告訴你們 起就起 憂就憂 既報起又報憂 主要那件事是憂 又是起 相信我們的老聽眾們 聽得我們多都知道 摸到我們的特性在哪裏 當然香港的變化很大 如果和經濟來說 其實留意到一種趨勢 今天家權也提到大公報的頭條 一般人不知是說什麼 但這其實是一個香港未來的進路 是的 雖然香港的脂肪變 其實香港人 裝了脂肪變 或者參與了脂肪變很少 我不記得好像人家說 只有兩三成 但是在國內 這種方便的 用手機做很多事情 出入搭車 什麼 過關 未來的趨勢 現在就是 大公的頭條 是政務上的融合 過去在交通上的方便 在生活上的配套 是令到你在文化 民生上的融合 現在是再進一步 好像不關你們的事 其實這個是正正開始 那個質的變化 政務上的融合 另外來說 很多的中港的融合 都在硬件上 你越車 南下 港車北上 等等 政務上 即是說 中央對香港的管治 已經不是過去那一套 交給你行政長官 你國司局長 重要的名單拿上來看看 現在不是了 很多的港官任命 都是北京是最後的取決 現在也是對接了 北京整個政務系統 跟香港整個政務系統 那個的融合了 可想而知 中央對香港 那種的管治 不一定是加嚴 但一定是加強了 嚴與否 嚴與否 這個是有起起跌跌 但是加強的聯繫 這個已經成為一步一步推進了 是的 這些無可避免的 現在融合 其實今天做了一個新聞 關注ECNY 即是人民幣電子支付 現在是國內的人 準備發展 香港居民的ECNY 電子支付 其實因為 現在金管局已經說 雖然是數字港元 是以連計的發展 但現在在做各種場景實驗 剛才提點過 今天文匯的社評 講到香港金融科技週 一般小市民 甚至媒體 對那個報道 都不是很深入 但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講到未來香港 即是金融是香港的命脈 今天香港唯一 我們很多東西都 脫了息 有些是拆了 唯一這個金融中心 這個地位 儘管都有一些危機 但仍然撐得住 所以金融科技週 看到未來香港的趨勢 其實香港有一段很長時間 金融業是很怎樣怎樣怎樣 雖然我們看得到 察覺得到 鄰近的深圳 已經分了我們一部分的功能去 但有一天 人民幣仍然未能夠在世界上自由兌換 香港仍然有一個資金旋轉門的角色 還可以賴耳 可以生存 當人民幣國際化之後 還需要你 香港的精神地位 又成為一個歷史典故 大家都預計 當這個路 終有一段時間 所以美國怎樣怎樣捏住你中國 亦有很多壓制 美國今天能夠主宰世界營業很重要 只有那張美琴 還有一件事 在中融會 在娛樂事業上 現在香港的歌手 其實分開一大批和一小批 一小批就是 他們是受到排擠的 曾經參與過社會運動 當然完全沒有演出的機會 就算在本地的主流媒體 都不容他們演出 他們做了很多往常 但是更大的一個板塊 是跟大陸融合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的節目 無論是綜藝節目也好 無論是劇集也好 或者一些專題的旅遊 他們的製作的面子 其實是朝向大陸的 沒有人分心 我覺得整個港府的施政 是不是各樣都以港人的福祉 港人的利益為前提 大家看到一種的微妙變化 宏觀的兩大基建項目 配合到整個深圳發展國家的佈局 這是香港一個新的舞台 在具體政治來說 選舉都知道 全部都配合中國的體制模式 一起共產黨領導下 民主黨派純粹點絕 民主黨還有什麼生存空間 都不需要寄以任何不必實際的期望 其實坦白一點 都可以優異 因為當你一個黨沒有資源的時候 三軍未動 你糧草要先行 你說一廂情願 國際輿論 國際城市 是不是民主的槍處點絕呢 你想做槍處點絕 都不說你想做我做 他認可你槍處合格 正如那些僭建一樣 他認可你才行 是的 僭建 昨天寧漢豪說的 紅山半島 不要有遐想 因為是焦點所在 但是正如公眾小學會 市區那麼多萬個 沒得搞住 你暫緩那些就好 真是重點出擊 你以發展局好 你屋宇處好 你執行力是這麼多 你真的不要出事 一出事 現在一定會出頭 顯示特區政府的管治 威信和能力 沒有面子給 紅山半島的業主 你自己 為什麼要怎樣處理 專業處理 專業處理 拖就拖 反正紅山半島 這麼多物業都有問題 比如 安住 被動地 等屋宇處查到你 配合一下 大家合作點 自己做點 不用傳媒點名 點名是哪個業主 不聽是你 你是哪個親戚 拿出來的 哈哈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促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職訂購支持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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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